各位朋友 大家好 謝謝大家今天來的哲學貝心祈禮 本來是會大家的隧道 也會還會有朋友繼續玩家 沒有關係 我們就先開始 我們今天談的議題是 在桃園的大漢早上的保育問題 因為現在有一些看法案在這邊要形成 其實這也不是現在開始的問題 因為我們從後大概哲學貝心祈禮 2011年、2012年那時候剛搬來這邊的時候 其實那時候班老師就是現場的一個講者 然後他那時候也是來看一個找這樣的議題 然後沒想到就是5、6年以後 然後還是一直持續的在 就是要做找這樣的保護 因為不斷的開發要進來這樣子 那我們今天的兩位講者呢 第一個是潘中正老師 然後他是想叫大附的藻礁行動聯盟的抓集人 然後他也就是正式今天來 多留為桃園這邊把藻礁土地獲勾住 然後呢第二位的話是李碧田 一天他是桃園在地聯盟的一個常務理師 他們兩位今天會分別從藻礁他的特殊性 還有為什麼他現在面臨開發 中油的第三天然氣接收站的開發問題 然後跟我們一些能源的制度面 能源轉型的制度面來做一些分析 我們就是先請佩老師來幫我們做一些今天的講解 謝謝 謝謝哲悟 這個是非哲悟的對方 上一次是接近六年前來到這個地方 那個時候就是來搶救藻礁 那個時候搶救藻礁就是要把藻礁 某一份的藻礁化為自然保護區 或者是野生東的保護區 那個時候談的是這個 那今天屋屬今天屋那個人種 那個時候只是一個地方 到底要畫什麼樣的保護規格 不管怎麼樣 哪一個保護法令對他來說呢 其實都是保護的 今天是有害藻礁區 就要怎麼被活埋 非常嚴重 因為他如果被埋掉的話 那北邊那個南邊 其他相關的藻礁區 也會受到致病的影響 都不能夠理解 那我很高興就是我 這邊可以看到 藻礁區的藻礁區 各位朋友都在接見 所以我為你這個來吧 有關藻礁的部分 傳來給大家 那我們一起來熟悉它 這個是七國零空拍的一張圖 你就是看見台灣裡面 你可以看到藻礁的金猛 就是這一張圖 那一眼看過去 你會覺得藻礁有什麼 可是對台灣的海漢來說 這麼一天看下去 爹媽媽的這一片 其實是生態非常豐富的地方 你常常看到的那個 那個很漂亮的夕陽 然後變的海洋和沙灘 那個其實是非常沒有生態的環境 反而是這樣的 Auto不平的地方 才是生態的 比較豐富的地方 那講到藻礁 大家會想到說 那它跟山藝礁有什麼好嗎 各位看到左邊這張圖書 我們常見的山藝礁的代表性的影片 這個上面看到很多的 齊形怪眾的 而且有綠綠色的礁體 然後呢 也有很多很多的生物在這個地方 目的都是我們的藻礁的 退潮之後 你可以看得到 有綠色的一些藻礁 然後你也可以看到潮池 這個藻礁的經濟 人類上這樣看呢 是左邊的三腹的 往右邊的冷皮 但是呢 如果要去觀察山藝礁的生態 你就必須潮到水下去 這樣穿上潮水衣 你還要有氧氣瓶 你現在我們早上觀察生態 就不用那麼麻煩 你就走到這個地上 所以好點就一直進去 然後你就可以在這個潮池裡面 看得到很豐富的生態 就是刚才罗斯隆 他也到过现场一次 非常经历 在这里可以看到这么多的状态 那简单的说 山木椒是动物造椒 藻椒是藻类造椒 这是最大的分解 那山木椒呢 平均大概一年可以长一公分 因为它就是山木虫的骨骼本身 成为椒笔 那么这些会留下碳酸钙的东西 就是胶体的成分 那有一些藻类它也会留下碳酸钙 它死亡了之后 那个碳酸钙留下来也可以成为胶体 但是藻类呢就有特别的 这种叫做咳动山米藻 它是很薄很薄的 薄刀就是说每年好像就刷 刷一次一期的那种薄度 所以我们等一下有一个年代 你看到这个地方 原来二十几年它才能成长一公分三 很特别 这些两样之间最大的差别 那各位看到了 现在这里的紫黄色 这种白色就关掉 所以刚才再来就再给我关掉 这个效果 这样 OK 这样就来清理一下 这个大家看到这个紫黄色的这种藻类 它就叫咳动山果藻 它在活着的时候会吸收百分的钙质 然后死亡 那个钙质就变成碳酸钙 就是上面这个白色的部分 它有点像是那个中午十年成分的 那个叫碳酸钙 那就是这个碳酸钙成为胶体的成分 好 一定的周期到了 那又有新的这种来 又在这个地方 然后成长 又变成这个颜色了 然后过了一阵子 周期到了死亡 又蛋像蛋留下来了 就这样反复的 一层一层的堆叠起来 然后我们可以在 配桃配到最顶部的时候呢 可以看到整片的红 这些通通都是各种不同的山红枣 我们说咳种山红枣 像这是一种咳种山红枣 这也是一种不同颜色 专家在这里看的时候 我发现到我们这里的咳种山红枣 有二十种以上 其中还发现了四个新种 就是说他们查了 咳种山红枣的那个名物里面 找不到 找不到就发现到了 它有四种新种 其中两种来是新属 所以是一个非常神秘的地方 也就是过去被我们去关心它 现在呢 随便一去就发现到了 很多新奇的物种 那么甚至在干潮的下面 也就是已经进入下潮代了 我们一样可以看到水里面的 可动山的枣 长得非常的旺盛 所以在齐柏云的图片里面 空拍的图片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一整片的海洋 是红色的海洋 也就是说在台湾西北角 每年到了四五月的时候 有一段时间呢 我们有一段胭脂斑派案 空美 所以这个胭脂斑派案呢 是这个我们留下来的 它是基于各种原因 我们都知道 我们过去呢 在老师的讲解 或者是影片图片里面 只能听到的都是山姆椒 小朋友都知道 哦 海灰 那那个什么 什么 想丑的一个关系什么 他就没有听过 枣椒 为什么 因为山姆椒 它就是喜欢在热带的海域 只要有足够硬度 它们就可以在那里不断地成长 那个原因是 一般的海水 水质都很清澈 没有人为 或者是说 特殊的环境的话 它都很清澈 山姆椒就是在 你清澈的环境里面 它可以快速的 比如说枣类 光滑都要很强 它就成长 非常的光盛 这个时候 小鱼小乡就来 小动物来 大动物也来 所以这样的环境呢 是非常适合山姆椒的 在这种环境里面 枣类要在这里 它可以早抢地 还抢不过山姆椒 所以我们在 世界各国的那个 热带海岸 你看到的 大部分都是山姆椒 就是这个原因 那 枣类要去哪里找呢 山姆椒海岸 你可以看到局部的 有枣类的地方 但是都是局部 也就是 那个局部 可能就是那一代的 就是环境 它是山姆椒 它长不好的地方 它可能水质 很灼一点 它可能温度太低了 山姆椒不行了 就是各种原因 其中 我们认为 最重要的原因 就是这个 灼度 一旦到了某个灼度 深浮礁就长不好 深浮礁 深浮礁 长不好了 藻裂藻礁 才有机会在那里 那我们桃圆 那我们桃圆 为什么会有 这种幸运 可以造成 二十七公里的藻礁地形呢 因为我们有 沙丘地形 旁边的海岸呢 从大圆 甚至如同那边开始 一直到西面呢 就是二十几公里的 沙丘地形 海浪呢 往上来 碰到沙丘 沙丘上的沙子呢 回流就在沿海附近 那个水的灼度就增加了 所以 这个地方 山姆椒角度好 早就可以在这 沉片楼上 那这张图呢 是余婧玮博士的 在瑞丽的青年 海岸 那个时候终于 已经在开始 破坏了 不过他拍到的这张图 让南丽也非常惊讶 这片子的意思 他说这张一定是遗照的 一定是 原因就是 父亲一定有的工程 造成他这个地方 这个后面 不会再来照应 那我们也可以在 来来 观念的宝山 再来一看 真的精彩 也是说本来呢 这个地方应该是 慢慢慢慢的满下去 可是因为 这一段有一个 排泄的重体的关系 造成这种侵蚀非常严重 结果来自把 枣椒的胶部 的侵蚀成 我们可以看到 它就露出 1.5到2公尺 这样的厚度 原来 枣椒也开始 这么的壮观 太漂亮了 为枣椒的这种枣味呢 它也能称为山羽造 所以造成山羽造 其实有两个 一个叫 有结山羽造 一个叫 无结山羽造 上面看到的 都是有结的 你可以看到它 像 一些 鹿角 或者是 竹子的分岔之类 也正是因为它有结 它会长得很长 所以海淡打上去之后 当它虽然造了 那个 那个 概括 但是呢 在海岸这些的冲击 它就碎裂 它反而冷击不起来 反而是像这种 无结的 像蛋壳一样的 在这些坚硬的表面上 薄薄的 粘贴在上面 它就比较不受害 因为这些的冲击 所以它有办法 把附近的地方交结起来 一层一层的往上对比 好 这是 壳上山羽造 那也是这样的 造交的方式 就是造出了我们桃园 因为有这样的山丘地形 所以建造出了 一层方便的教堂 连连二十七公里 这二十七公里里面 大概现在偏北的 大概有几公里呢 上面一堆 历史用的是沙子覆盖 但是基本上来说 它下面都还是礁底 那我们大陆 那我们大陆 大陆来认识一下 那年代 大陆在大陆中 这张图呢 就告诉大家 你现在看到的 这一部分是山里礁 但是这个 黄褐色的这个 黄褐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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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是藻类造的礁 也就是我们这边的礁品 它是山里礁跟藻礁 礁不错的成长 如果以刚才我们认证到 就是说 珊瑚礁长的环境是水 只要比较清澈的 或者是温度稍微高一点的 那这样的环境之下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一段时期 应该是水 可能是比较清澈的 那这一段时期呢 可能是直接有变化 不适合山里礁生长 所以藻礁才会比较清澈 它这样交错的状况呢 我们看一下一张课 可以看到 2008年海大赠送呢 是附属楼托的 去把桃园海岸做了26个交替 把它 抓探 送到美国之后 碳14的碳色 它最后把这个地层的结构呢 做了三种颜色的区分 各位基本上会看到 比较下面的古老的地层 深蓝色 近代的地层是浅蓝色 和红色 深蓝色的部分呢 是山里礁的成分比藻礁多 淺蓝色的部分呢 是藻礁的成分比藻礁多 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早期的水質是比较清澈的 还是比较很多 比较清澈的吗 好 当时比较清澈 所以山里礁长得很好 后来慢慢的 我们判断是山西的异形 越来越发达 父亲的海域越来越多 深蓝叫渐渐的不适合选择 最后藻礁就比较大量的取代它 那红色呢 是完全是藻礼藻礁 完全是藻礼藻礁 我们举这一根为例 它大概是六点二公尺的厚度 就是这个胶体 山里礁的厚度六点三公尺 底下这一段大概是三千年 因为山里礁长得比较快 上面这一段呢 四千五百年 它是山里礁跟藻礁混合 但是上面这一段 已经是藻礁比山里礁的成分多了 那它是七千六百二十年 也就是六公尺多七千六百二十年 所以现在一般人是用这个来说 藻礁要在平均每十年长得多分 但是我的办法是一来看这个 这边就在关于岛山海 这个只有三三公尺 它也有七千五百年的厚度 也就是纯粹的藻礁造礁 然后呢二十年长得多分 所以非常难以为 那很多人以为 台湾到处都是藻礁 尤其是中游 非常喜欢这样的 意思就是说 到处都是藻礁 我们干嘛对大潭这种藻礁 那么在意呢 其实这个地方这个地方 这个也是的 台东的 墾丁的 澳湖的 这一段的藻礁 你去看它的成分呢 就是低于百分之五十 甚至像三千台善言的 大概只有百分之十多而已 就表面包包的一层 可能是近一代才有了一些变化的影响 所以林静玉博士认为 真正的以藻礁为主的造造造 是保留这一片 而且足不大 二十七公里 那么分数上来 诸位民党到文静玉党之间都是清空的 我把它分成几个颜色 画分是这样 现在已经有法人保护的 关心藻礁 这就是2012年我过来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抢救的那一片 那抢救就是 要化这个牢区 还是野生中牢区的部分 现在已经化为野生中牢区 有法人保护了 以后的方向进过来 这个地方也有我们当地的野鸟学会 所以努力后来化为所挫党师弟 这属于国家籍的师弟 这里大概有9公里 这里是4.5公里 合计是13.5公里 那这样的话呢 二十七公里里面 其实已经有一半受到法人保护了 那这一段没有法人保护 这一段没有 而这一段不但没有 是最近严重的要受到生存威胁的这一段 就是我们这个大堂 关堂藻礁 多宏气环境是海洋生物的绿营坊 大家可以在这张图上来看到 这里有一些螃蟹叫肉群咒蟹 它旁边的环境就是藻礁的环境 有许多的藻贝在这里流生 各位看到这个叫石纯 石纯在哪里有多 在老梅石草里 去过 看过 那我们这一代的石纯 现在 因为这个大概是正在十年前拍的 现在很不容易看到像这样的环境 也就是 没有办法长得像这么好 会长得更小一点 我们都能跟水之有关 我们只是水之越来越好 那小鱼小虾 也就是说 你是个鱼妈妈 你要产的 你会选择哪里 就是选择像这样的环境 胶体上面有很多的食物 然后呢 小鱼小虾有东西可以吃 最担心的就是碰到天地 会被别人吃掉 那这个时候呢 就有避风 这些小小的洞穴就是他们 躲避天地的环境 所以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呢 多洞穴环境 就是他们生物的育婴房 鱼类啦 螃蟹啦 都会在这里产卵 然后这些小鱼小虾 慢慢长大了 就往海里面游 那附近就变成了我们的鱼翼场 所以我们桃圆有两个鱼翼港 一个是北边的朱鱼翼港 一个南边的鱼翼港 这两个鱼翼港都叫做近海型鱼翼港 不是像那个东港啊 这些都是远凉秦的 那是两千公里外去抓尾鱼 那我们这个属境啊 那它的鱼翼原就是南自文明藻礁 而这几年 我跟大家报告 朱鱼翼港的鱼获量几乎是鱼 因为整个桃圆涨交的北岸 北边内大概十公里左右 那会被污染 污染到 在那里找不到什么生物 偶尔可以看到那些努力 都会在那里着手 但是生态是非常的不好 那 那 永安鱼翼港现在的鱼获量 大概是从前的三分之一 也不好 好 好 如果说多孔系环境是海洋上的寓阴法 这是三分之一的多孔系 我们把它铺面铺下来看 这是藻礁的铺面铺 我们一眼泪干出哪一个的螃蟹以外多 藻礁 所以 我们的螃蟹专家刘文昌博士 他已经走过世界五千公里的海岸 去做藻礼那个螃蟹的研究 他也在我们的肯定国家那边公园做过 大概一两年的蹲点的螃蟹的那些调查 他每一次到桃园来 也都想说 哎 这个地方是藻礁的 但是呢 一走到那个海岸边 看到藻礁那种样子 对妈妈的 然后又联想到我们桃园是工业大限 那些污染那么严重 他甚至走都懒得走下去 他不论这个地方值得大研究 但是去年呢 发现了柴山都被捕山木之后呢 他开始来了 他很认真地看 那三天之后 他发表了这篇文章 他说 他说 今年七八月间 彼此多次前往大函起 新鲜藻礁进行蟹观赏研究 确认这边 藻礁生态性 然十分健康 朝鲜代 这句话说 蟹脸丰富度 远远超过 我们这半岛的山木焦帆 朝鲜代 这个因为被污染得这么严重 他的蟹脸丰富度 还原理我们国家公园的 朝鲜代蟹脸丰富度 远远超过 所以你可以想象这个旋律 指定 他的价值 会是伙伴 这是我们现在也可以看到 影片的一些螃蟹 我们不多说 没有没有影片 又像刚刚这个叫我解说 这个叫唐白鹿 唐白鹿是国际乐际保密的一个东西 它是一种过敬年 我们常常听到的 天念提示叫做厚礼 它是冬后 整个冬天在里面 那这种过敬年是 比如说这个季节 是他们 可以帮我说 这个是看 看错了 旁边 这个季节呢 他们是如南往北飞 飞到往这里 但是到了下个月 或在下一个月 我们这里又热了 它又往北飞 所以它再往这里 大概就住一个月 一个多月走了 那到了秋天呢 北方开始冷了 它会来往这里 那我们到了十一月十二月之后 又冷了 它又再往南飞 所以它是过境了 它也属于后面 随着季节限移到气地的 曾经有生态摄影学这样一眼望去 趕快拍摩树 它这样可以一眼望去看到 三百次以上的唐代物在我们的海边 历史 那我们现在也常常借全球两集去照唐代物 大概都是零支 那就是简单就是生态 出来有变化 他们就再来 偶尔会看到 这是那里可以看到很多的罗类 上面这一整排都是诸罗 这是六年前 当地的义与先生呢 他在一分钟内就剪了尸体 就是诸罗类 现在那一代呢 罗类还蛮丰富的 不过呢 自从他被大家认识的时候 去剪罗类的人都很多 虽然现在是往復趋 但是呢 保护的功能也没有发挥 这就叫科研罗 这个叫利罗 像斗里面 这是荒冠海燕 就是小朋友很喜欢的 太大西 好 这是淡罗十别洋岁 那我在那边讲一下 跟科研罗有关 科研罗的科就是 努力的那个蚵仔的意思 科研罗就是专门吃蚵仔的罗 蚵仔是什么 蚵仔是双壳背 它有很厚的背壳 那个有壳 那科研罗怎么吃这个努力呢 我们看一下一下 我们那个地方现在很少努力 但是还是有猪龙这些呢 里面蛮有肉的背类 现在科研罗呢 就爬在他身上 我们常常看到这个情形 我们经常把它剥开来看 因为我在罗路上看到一段话 他说科研罗会发出一种 酸性的物质 配合他锯齿状的时候 把那个 努力的壳钻出洞来 然后继续施放他那些酸性的物质 把里面的鱼肉化为果质状 里丝细 那个死因的性 就让我们看到 所以经常是我们要剥开来看 没有看到 没有证实 这一次呢 让我们看到现形犯 我们看到他也想把它剥开 可是手当碰到他 他就掉落了 原来他已经吃饱了 他要离开了 再搞被我们剥落 各位看看 好惊人 这个是在电阵阵过的一道能量 那不知怎样 其实海中有很多 像有一种叫玉螺 玉头的玉 那玉螺 玉螺它还会翻出一种 像射出不见来 你看周围的那个洞 瞬间啊 用那个神经性 来想麻 让它麻醉 它就会在那里洞 然后它就会 有一个魔状的东西把它整包覆 然后把它更实在 很奇妙 这个都是我们平常看不到的东西 但是这个在外国 已经有非常多的研究了 你打一个预模 你就可以看到那样的影片 好 那这是小朋友喜欢的太平洞 这都是在我们早教里面 可以看到的 那种不同的颜色 上个月呢 有一个经理博士才有开到两支 好可爱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由我们的片子来 我们从零一开始看 好 点一下那个早教 ань兰 1000-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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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00-01-02-00-02-000 四、五月之间后 我们来到西北海岸 有三位秘密大概海岸的地方 这是中高朝鲜的部分 这个地方已经不会造交了 也就是没有核动箱的 招募在这个地方成长 不过你看到的绿色的 和红色的这些藻类 正好都点缀在这个胶底上面 所以整体看去 我们的胶底是非常壮观 非常有利益 好我们看看潮池里面有这什么东西 这是一支很可爱的 六百二指纹 就是我们说的 五二指纹 尾旗小巧的 这两个转弯的 那腹旗上下还有 呼呼 呼 哎呦这个翅膀要转转转 那个旗 好像不许人家 刚刚天宿找到 所以你对鱼类啊 或者多远期关系 不是很清楚 所以你会讲 就是它这个翅膀 很好 我们在胎的时候呢 其实手是可以捞到它 刚到晚上就没有解析 是吗 对 这个叫河河河 它就是那个升起起来 会准备纹起来的 我们看一下这一个 它是咱俩两只 很胸脏的鞋 等一下 帮我暂停一下 让它暂停一下 各位现在看到的是 这只螃蟹夹了一条鱼 它肚子下面其实还有一条鱼 已经死掉了 可是你问它叫 这些鱼呢 并不知道在它身边 不走 各位会不会是什么原因 那不是它的天敌吗 吃到的吗 小小朋友会跟我说 老师当年是救它的同伴 是吗 那少年年纪呢 有了一点啊 老师有教过一些生态 什么的观念啊 食物链的关系 这些鱼呢 是想要吃它 吃剩的碎蟹 这个比较有知识 它实际上都不行 对不起吧 这鱼真的有螃蟹 它正在试软 那个软从手里没有释放出去 它在试软的时候 一直可以释放出两万一千的软 所以这些鱼 我们继续拨 你看看这些鱼呢 像陶翠一样的 它其实是在吃那些鱼丸 不过动物鞋呢 你吃我我吃你 你可以繁衍 我也可以继续繁衍一下你 就是软甲蟹 正在吃那个鸡蟹 它从它的熬呢 也适到两个角质 有一晚上呢 我们就当它们的象棍人 好 这是一只小小的精灵蟹 你看它多大 刚才就是我们的 这只小大了 那看那天 你应该是要逃命啊 可是你看 很像这样喔 很好玩 对 台边有很多的巨石 那 这个是白平白的 尤其是在老山过去的 这个姿势要改个修门 修门前部界的晚餐是什么 室乘雨 所以你看修门前部界 这个很简单 这也是修门前部界 对 对 它们的枣膠来时 枣膠上面有盖质 可以增加上贝壳的硬度 凹角真的非常熟悉 这是一只胸口蟹蟹 它想要吃这个很深 没吃到很深收进去了 左下方有一只 这个叫虾骨 虾骨就是我们说的高兰 那有一些小事件 你们都知道那个小鱼 小鱼有大概在吃那个高兰 那那只小鱼呢 虾骨呢 在要躲避那个螃蟹吃它 它从水里面串到风中 划过我的脚毛 你姐姐那个感觉吗 划过我的脚毛 跳到另外一边去 我感觉整个人是震惊的 你怎么有这样的幸运 我小时候有那个经验 就是脚底下的泥丑 那种感觉 但是这样 在空中跟我交位的感觉 真的是非常有点 好 我们看一丝的 对 这个感觉 要天然的 不怕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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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分看到了哪里的 大概就是那个蚊蚣 或者是一些什么 沙蚕之类的 大概都是25到30多分 可是我发现到的这一个蟲 大概超过50多分长 所以我也一直找不到 哪里的蚊子 嗯 那其实在刚才有张图片里面 其中有一张螃蟹 也不是台湾的蚊子 我觉得台湾 它还不是被列入目中 所以 我觉得我们真的是很难的 拥有这样的神秘的 甚至真来是可以 交到世界的一个环境 好 看最后 这是我们的螃蟹 正在这些 是我们那边 比较大型的螃蟹 这些种 日本的螃蟹蟹 你看它怎么走路 哦 通常说螃蟹是横行嘛 它还会 逗退路 逗退路呢 有一个好处 它大力的弹跳之下 可以把自己的那种好处 自个儿端 然后就有那个西医断尾求生的那种 哦 这是一点律械 我们就在律械 三十分钟 脚发麻了 最后 注意 等到拉斯来 把它排架了十分秒钟 它大小大概就是一点 到处 那 好 这时候还没有列入台湾 故障的戏竹断尼械 那 过去 有学者抓过它 说 你把它复成的标本 但是 没有查到它在裁有繁殖的记录 没有繁殖的记录 就没有办法 把它订阅成台湾的地方 因为 你到小世界主持那个外出的螃蟹 你也会说 他就在我们走吗 不行 那我们过来的那个 我连去两年做标策 就发现了 我们一个一个晚上 就长到三十只以上 大致小几多了 这是旁白的 你看 那这东西呢 都要坏头 坏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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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刚才说的 特急保抑一坏 好 好 2016年 稍微评论一下 谢谢 我们拿着手电筒 撞到那个池子里面 结果就发现很多的小鱼 一直跟着这个灯光 我们就跟我们往右鱼 一起过去 往左鱼 它又一直靠过来 就这样 后来发现了 好像整齿的这个 这种鱼都倒了 认真的看 把它捞起来 看起来 看起来 后鱼那是小虾子 哇 整齿的虾子 通通到我们这灯光来 固定在那里 那我们往往就捞它一下来 但是都没有十字大的地方 那就是这样 好奇妙 那整齿的这些鱼呢 最后呢 那个箱子 就挤在那个灯光那里 绕来绕去 因为太多了 所以你几我 我几里呢 就自然的形成像那个 台风的元系那样的状况 所以 我们就称它为小鱼 我们还有很多的影片 但是这个时间不多 我也留在这里面 大家有视频可以把它抠来看 去讲解有没有关系 那我们 刚刚看到的是很容易的影片 我们现在来看看 它面临什么样的位置 下一张 那 藻极的功能 我可以开始念一下 现在它 是我们发现了 全球对品特的藻极生态系 它具有世界自然影响价值 它是马洋生物的 运营房 基因库 就是说有一些物种 如果你这样的轻易消失了 它可能在这个世界上消失了 所以它是个基因库 它也是天然的消货 那些凹凸不平的孔隙 其实在海岸打上来的时候 你都会把海岸的盈利把它消货 那它是海岸的安全通战 也就是说一般的船只没有办法靠近它 靠近它就要堆起来 好 它面含地质地层气候电阶的运营 我们从刚才的 那个 藻极的那个地层的结构里面 可以看到 不同年代 不同的地质 可能是气候有种改变 造成的 那也许是从里面去找到 现在有极端气候的一些 科学的论述 它现在想多 老师带着小朋友 去做了环境教育的地方 我们其实很期待它 将来发展 红烟冲的绿色观光世界 那当然希望每天 它能成为世界自然的演讲 那自然就会吸引到 一个人的课 那曾经票选为 全国自然地界的地位 环姿也把它列为全国 九大海岸美景之一 它实际上 因为我们改变的 它像是 夕阳夕下即将要了解 它的一生处理 这是它们的第一种的 叫做开庞活路 海岸的工程 像这样的一种极端 把它挖掉 这个挖掉藻枕 没有办法富裕 藻枕它是那种 一层一层薄薄的 像千层麦这样 叠叠起来的角度 所以你挖开的时候 后来就像这样 变成碎片 它不是像你一挖 它就是一大块 像那个混凝土 可以一大块一大块 它很快就会随着海 被冲击 打得碎碎 所以根本没有办法 再重新交界 所以我们的那个 经济部长 沈隆敬说 我们早教育 预计把它一地复育 那是干花 这是地种 叫开庞活路 这个也是开庞活路 在这里要做一个 礼石码头 就把它挖 这是为了让船进来 那种河道 这个开庞活路 另外就是像这样的 这都是海岸建筑 像这个是直接上面 就把水泥打上去的 这一种的我们称为河埋 也就是未来 大潭藻礁道面的一面 再来是沾片 就在这一块地方 这四个涂体的地方 因为这里就是大潭电厂 那这是电厂入水河岛的地 这是出水河岛的地 那东顶公司早年在这里 做了两个简单的工程 那现在的所谓大潭 关潭工程就是这一面 将来要完全被河埋 而这里就是我们桃源藻礁 最精华的地方 那刚才说的开庞活路 按现在说的活埋 都是属于工程 在这里进行对方出的现象 第二种 应该在这里可以讲 如果已经有了这些 深入海中的地方 它会形成所谓的涂体效应 涂体效应就是 假如水流是游水上南流 这个时候北边的鱼基 你现在看到这里有很多的沙子 就会把原来多孔系环境的 藻礁给填满 塞满 塞满的时候没有孔系 藻礁就不再是动物的家 生物的家 好 你看到这个地方 就是因为这两个之间太近了 所以这里也几乎都被埋掉了 不过我们在这里有看到 柴山都被往山 那这一带现在还露出了比较多一点 至于这两个特别长的海底呢 现在这一带呢 里面已经完全被沙子弄掉了 那这一种的沙埋 也就是飘沙把我们早就要埋掉 就是一二种的沙埋 那第三种呢就是 现在我们看到比较严重的 比如说你去到海岸那边 看不到什么生态 在桃园来说就是工业污染 有这么多的工业群在那边 桃园不只是工业群在那边 桃园不只是工业群在那边 桃园很多的稀稀小小的稀流 稀流的旁边也都是工厂 桃园工厂的产值 现在是全台湾第一名 合格的厂商超过一万家 然后桃园人员告诉我们 不合格的比较多的还多 所以每天晚上呢 你说只要有一千加两千在厂商 回归来排放 我们的海岸就没有办法 得到安宁的地方 这是工业污染下造成的事 这是属于生态方面 而不属于我们 这是一个开床国际的地方 这是工业群 欢迎工业群 你看他排出来的手是这样的一次 那这个时候你看到的 藻礁是这个颜色 放排出来是这个颜色的手 藻礁是这个颜色的手 藻礁是这个颜色的手 那现在我们在同学的海岸 我们能够到的木粒 都是这个颜色的 都是绿色的 叫为绿母粒 绿母粒就是因为重金属的东西 重金属有很多种 但是重金属里面的铜 会让母粒吸收了之后 存现出铜绿 也会要 就是铜绿素 大概是 那这个铜绿素呢 正常的母粒是乳白色 现在变成真的绿 也觉得它不只是吸收到铜 因为在同一个时间 别的重金属都会让它吃进去 所以有很多的原住民到了现场 他们说这个现在不能吃 我知道啊 绿绿的啊 因为我也曾经碰过 那个原住民跟我讲 说这个很轻啊 我说为什么这个很轻呢 就能绿啊 绿不是代表轻吗 我后来跟他们传达的时候 他们过来 舌头设在老长 说这个不能吃了 可是他们还是坚持要减住 我说 他们说助力不会绿啊 原来是大南殿长附近啊 这个是大南西村 早年是被葛独染受伤的鼓励 后来他们被过这个村 又走到别人的地方去 可是他们已经固定 有在这张检附国的形态 但是这个有保持的东西 所以每年春天都会来检附的东西 好 那我们就在2014年呢 也配合这个Country Taiwan 就发表了这一点 所以你看看全台湾西部海岸 有14个点 把他们的母粒 通通来做重金属的检测 发现到桃园的两个点 是绿与一个第二点 它的森数值是非常的高 它的第二点跟第三点之间 你可能是差两个十分 它是第一点跟第二点之间 只差两分 所以整个海岸 中北洞南的区域 基本都是重金属 不然有重灾区 所以我们在念免的开始下 那时候抢救是抢救我 我刚刚的海岸藏区 这是2007年终于在这里 国满开了国度的时候 刘基林博士进来了 开始流就藏区 好 我们在2012年就 开了一个工厅会 这里面有两党的立委 现在这位叫我们现在的法官长 叫郑一军 那我现在有我们的这个官 好 这是当年的立委叫吴怡珍 这个是很有名的法官立委 田秋吉 这位是曾学生文化在内的立委 这个大家知道立委吗 他叫藏小荒 对 所以三大党六个立委 对 邱文宴 他们刚刚一起来开这个工厅会 他们都希望呢 要赶快把藏胶报的自然保护去 那过程里面呢 还有自己的学校 叫台南大学附设小学 他们在六个五个八个月的期间呢 带着那个学生来到我们藏胶 一起观察藏胶 然后为藏胶做宣传 他们每次来报纸都会弄成投票新闻 第一次呢 说一人一姓血 心理码很好 全国投票 第二次第三次来呢 也都是地方版的投票 包括我们藏胶的讯息 或者很快很大 那也这样感动了 比如说上面这一家 夕旦中学的 这几年呢 他们学校不断的推广 藏胶 甚至推广到社区 甚至推广到周边的 许多的高中 高职的学校 那包括军大律中 这是林志贤老师 那甚至藏胶大学 他们有一个社团 就看到我们抢救藻礁 把他们那个恶手交流的 集省下来的清费寄给我们 所以我们 说实在我们抢救藻礁 一直都没有很强烈的对外 就是我们都是志工的心态 有一些人就主动的就来提供给我们 所以我到现在还可以继续运作 那后来呢 自然保留却没有化成 化成了野生中的保护区 这比较复杂 我只是说规格上呢 野生中的保护区比较低 对厂商的一些忽然 什么的量比较小 那不满意 我们还是接受了 因为对照来说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致命的威胁 说是呢 有任何保护措施呢 只要能够被我们的政府 或者是财团在这里 护买或者是干扰国库 那叫阿弥陀佛 这个就是现在的威胁 这是大潭藻礁的 我们现在说的观塘空间区 你刚刚看到的那四个提法 它最后是要整个通通护买 那初期开发77.8公斤 会70公斤被我买 全面开发230公斤 会被我买 300公斤一辆 那他们的理由是说 我要在这里做 是为了我们国家 2025费合胶原 2025费合胶原是说 现在我们用的核电 才占的大约13.5% 你到了2025的时候 那这些核电 核电中中都不用了 那这13.5%的核电 要补充进来 那要补充 那就是其他的 那个 电的方式 你要能够赶得上 好 再生能源 赶不及 再生能源 赶不及 能够比较快 达到的就是火力发电 火力发电现在大致说 来有两种 应该说是有三种上 包括烧油的 烧油因为量比较小 也不难 现在主流是两个 应该就是烧天然气 或者是烧煤炭 目前是烧煤炭的最多 那你想到 如果要把燃煤电厂 破产中南部民众 就抗议 为什么 靠工 批要不让人 但如果不希望燃煤电厂 增产的话 那只有靠燃气电厂 所以他们就说 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我们第三天的机械 都在事在必行 我们完全支持政府这个做法 我们完全不反对 但是我们反对 只能盖在观察工业区 没有其他替代方案 好奇怪 因为政策是没有替代方案的 那那个政策 起不下去的时候 这国家就完蛋了 不至于 可是中国政府 一再也不让人化的方案 这部分 是我们未来天然气需求量的变化 等一下呢 我们比一天的选号 会跟大家报告 所以这部分 我就不多琢磨 将来实际上 现在的观察大台在这里 我们认为最理想的地方是台北港 因为隔一隔二和三 隔一隔二还有隔四 将来都会变成天然气电厂 如果这些变成天然气电厂 从台北港 作为一个枢纽的位置 是最差的 往北往南都可以 好 这部分呢 我们有点待会跟大家介绍 我就不多说 我继续介绍 他这个讲干话 人家都拿掉了 我就跟大家介绍 这个地方的危险气 现在呢 最漂亮的桃源藻礁地形就是这一段 从白玉这一段 一直到万金藻礁的环端 这里大概是4.5公里 这里大概也是4到5公里 这里大概也是4到5公里 那大潭藻礁就正好在这个 整片白玻的藻礁的 最理精华地区 除了对这四个海堤影响之外 它的生态其实都还不错 包括我们看到的 小山都很高山 那将来呢 它的海堤会做到这么远 在这样的一个大的建设之下 将来它的影响的区域 会非常的大 这个地方都会被清除掉 北边会被完全溢激 所以整个防御藻礁 今天都会被破坏掉 所以我们认为 这个工程在这里混淡 除了是把它埋掉之后 会把我们的混金藻礁呢 也都毁坏 所以你从这个地方开始破坏 最后崩毁的是整个人 我们这个珍贵的藻礁生态 那他说 因为你们环展都说 这个地方呢 肉头的藻礁是这样 小山都被捕山里就在这里 所以呢 我们呢 就来改一个叫做 唯一替代方案 我们不要影响到这些藻礁 小山都被捕山里就好了 好不好 好 他就做了一个 他说 他要把这个地方的海堤 我推回上一章跟大家讲 他说呢 他认为 我们说 如果你这个海堤做起来 那将来这个地方 通通都会被上去这些 因为这个地方是 整个是一个封闭形态 那其实藻礁 它是要有风有浪的地方 所以他说 那我把这里切开来 让这个风暗可以动过好吗 他就做了这一个 他说这个地方把它切开来 不要重复封起来 然后这个地方 他用战道的方式 把那个天然气门接进来 到他的层潮区 这样的话海堤可以积极在这里 那他原来是要在这个地方 建那个七十几公尺 天然它改为 就这两个地方 而这个地方 他说已经从前就做了 所以影响很小了 可以吗 我没有什么问题 除了不是漏除水液的藻礁 才是要保护 水下的藻礁 一样是有的省态 而且他们自己的环形书里面 你看看 他们在这里做了钻探 这一整条线 通通都是生木桥 包括往外的 这些钻探人 通通都是生木桥 台大的一个学生 我们在2016年做了一份资料 我们的海岸 一直往外海 五公里的范围里面 都是生木桥 也就是都是藻礁 所以我们认为他在这一方面做的时候 完全没有办法回避 所以我们会建议就是异地建栈 一换个地方 好吗 那现在我们实际上认识 他在藻礁 他实际上被发现说 哦 原来台湾有藻礁 就是要教路老师 他现在也就是我们最壮观的藻礁区 他同时现在还是藻礁现象最旺盛的地区 范围是在这里 我们再重复一次前面的这个图 这个是关心藻礁四零公里 它大约是三公里 你看看 去年4月29号 尤其佛学看到 整个胶体的表面 是整片的紫颜色 然后在潮池里面 我们发现了有四种石斑鱼 光石斑鱼就有四种 那这一尾大概是三十公分长 我们从钓坑那边找到拍照 然后我们才发现到这样的东西 如果你看到有这样的叫做裸胸醇的 这一种 顶级的瑞食性动物 就等于说你到非洲去一眼望去 哇 又是狮子又是老虎这样的意思 有了这种顶级的瑞食性动物 代表它底层的那些物种啊 还有它的身配性是非常稳定的 才能养活进些鱼 连贵者老师在这个地方做了调查 他评估大蓝藻礁 这样的 这个都是比我的手臂还差 比我的手臂还粗的 这个前蛮鸡 他说超过一千两百只 那就是说你一眼望去 那个非洲草原上 一千两百只狮子老虎 那个生态是非常保证的地方 那时候 他说这样的 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个 胸管车屋蟹在那里 至少有五十八万只 一种物种就至少五十八万只 它没有其他的螃蟹 在这里我们还看到燃山回 然后我们去年六月发现 人家全身都被抗产 好漂亮 小金银一样 我们去年看到 乱出来有多胆货 我以为 因为我们觉得 讲究讲究真的 那个时候已经是三小水晶 我们如果没有什么新的东西 新的 就是有一个新的题材 那去年六月的东方 那后来又说 六月没办法通通 八月要通通 后来是靠它 在山穹水晶运步的时候 可以说 柳汉方的又一撑 撑到现在 好 那我其实要在这里 特别跟大家报告 这个过程里面 其实同学找教师 照了解 第一个 当年东地市的那一块 官藏工业群 我先说这四句话 大家先感应一下 为了财团要讲到 中油做钢的代表 然后就帮他们讲话 然后我们的地方父母的关系 有背信往映 然后是实际学位的学者 去帮中国的工程 有一个问题 这是工丁的官藏工业区 整个的开发的过程里面相关的 这一个原来他们想要发展的 天然气事业 一直在等着 大潭电厂的天然气的合约 只要一通过 它就有四千五百亿的商机 可是没想到呢 它没有标到 被中油标去 被中油标去的时候 那一块官藏工业区 花了十亿人买的地 虽然很便宜的买到 对他们财团来说 那是没有个努力 所以他要脱手 他要解套 他要解套 中油就帮他忙 因为后来的中油董事长 这些通通去当 东北的最大股东 叫中华开发公司的董事长 独立董事 好 这个是地方父母关 两位放在心上就好 当初没有看到 当初有业障 这个是在2014年 他还是候选人的时候 跟我们在一起 我们去抗议治疗 那一天是议会直选 市长要拿水 所以我们到议会来抗议 他跟我们一起抗议 然后你看他说了什么话 好 更麻烦 他回来 就点这个图片 他会有一个 对 影片出来 好 保育藻礁礁 永不妥协 保育藻礁 永不妥协 好 谢谢 好 谢谢 我真的都不好意思 当年是这样的人 是这么精确的态度 甚至他当天回去就在他的眼出血 保育藻礁的经营不思讨 藻礁经过千年长的进程 生态性丰富 是特别珍贵的自然文化资产 破坏了最难以复的 农业局长 县长都只是敷衍民意 放任不当破坏 藻礁见证正常的粗暴 说得多吗 藻礁是一沙滩水流 七席地 都是跟贵了海岸及地亭自强 我当时两家推出 桃园海岸生态白皮书 限制开发行为 防止海岸污染 保护病人自然生态 他在去年出任 桃园海岸生态 保护白皮书 把桃园那一段直接漏列 现在执政者的思考科技 是经济挂散 水泥城市 藻礁的价值在吴智洋眼中 只是一个如何处理舆论的一体 不是他重要的示范方向 我知道这也是我和他的差异所在 好 差在哪里 第二年 也就是他当选 14天之后就跟我们见面 我们就提出20天 找到保护区 他从那时候就开始不要我 我用 我们那时候有热线 我有他的电话 他后来喜欢听我讲话 直接跟我讲 我不要跟你讲 你不跟我讲 那我只要用讯息给你 我给他讯息 我说我请尤尤博士去办法 告诉你危机在哪里 他就说好 我来安排 安排了两年没有跟我们做 我给他三次这样的讯息 那后来 就是刚刚是那个地方政府官被信号 那中游后来被迫要求 就说他要做 虽然18年前的环境已经过了 但是现在你要重新开工 你必须要做环差 按环境差异现况分析什么之类的 结果他们只要找学者来听他背书 哪一个学者叫做中心大学之后学者 他直接告诉我们 媒体告诉我们说 这个地方的生块不好 生物不多 给中游做刚刚好 这个叫师弟学位的理事 你是师弟学位 你应该是保护师弟 保护这些动物的基地了 你怎么会去说这种话呢 后来《非国日报》在去年的10月17号爆料 他拿了中游300万四个月时间 叫做咨询费 还不是调查费 叫做咨询费 然后有咨询费这么赶赚 包括他的前任理事长说 财商都没有这样的 本来应该是财商的 现在当然也出现了 表示他到处都是了 那是不是应该要降级 出现这样的结果 我觉得我们的学者也都在替这些财团 开发单位背书 我们就觉得非常迷恨 而实际上真正在 保护早知道 牺牲自己的时间 自己的金钱到现场来 就是神教的模式 带着他的学生 带着其他的教授团队来 真正的做研究 之后把他们所有的研究的 写成了文字 在科学院刊去年的五七三号 刊登出来 之后还在国际的 生育教的期盼 去认证到我们桃园的藻家 是世界上最毒涉的藻家 众带生 像这样 能不能证明这个地方应该保护 应该够的吧 甚至我们后来还要发起 所有的大学里面的生命科学系的学者 来签名联署 这一位是李远哲 也联署 当我们成交就是台湾 非常重要的资产 可是我们去年 后半年 不断的在找出这件事情之后 我们终于在把他们的 还是装容所 就是很放弃的地方 所以我们去年 就开了大约十五次的计算会 然后我们来看 两个人 我们先看第一个 能不能拍什么 你们是觉得 可以保护人 对不对 好 1号 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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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号 2号 3号 2号 1号 2号 2号 1号 3号 这种方便不好 那都是理沙不该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边生物并不多 他们当年呢 很多开他单位 做背书 所以台湾的许多包括 我们刚看到的赵朝谢 什么的金门的三级 还有那个巴胜 通常受到他们这样的背书 大量的消失 那当然早上是那些不好啊 我们在这里就看到了 这样很多这么丰富的情况 这个是 目前能够确认到神经病 是新种的张女 那大量表较像这叶沙 沙子非常的多 鸣虾草虾都有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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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到這裏又多 我們靠著那邊 時間好像沒有控制好嗎 那兩個可以不用看 或是往下看 那我們是覺得這個地方應該要往往 而我們現任的早上 我們在2013年 曾經到我們藻礁 我們那時候開始辦藻礁戒指的 我們連續辦了一五戒 今年應該三一七戒 我們發現今年就在哪邊繼續辦 即使來了三千人 大概也沒有用 不如直接要看到 去辦藝衛會 也許就在他的門口 在家家那裡 面對比較容易寄得到 所以我們希望在那一天 可以讓他聽到我們的心聲 就是他當年 拿著一支 他開始找了一支小螃蟹 用在開心的關卡 然後他寫下來這四個字 好 好 2013年4月20日 我們也覺得 拿這個來揮協他 或者說要求他要到 旅行程中 好像有一點小的 但是 那我們又能怎麼樣 我們覺得這是最多的機會 我們發現這個案子 其實背後是 是正常 裁判製作的問題 但沒有辦法 透過我們現在使用環體這些 所以我去努力可以打 包括今天早上我去參與 行政院給我們一個 樹葉延似電路的機會 我們發現還有一個問題 如果他們要通過 讓他動作 就跟聖奧模式完全一樣 聖奧還引起了很多 因為現在寇魯比較 受到大家的重視 早教授是在重視他人這個問題 如果環體委員21個裡面 七個固定 所以張錦森親口跟我們講 哇那幾個 我們一道命運自己 他們就會關懷了 那剩下的十四個裡面 目前支持我們的 無所知識 五位 會支持 這五位通通出席 他就完成過程了 所以只要他們通過了 他就背後了 所以我們覺得 有必要去提醒 這是去年 我們建造工程 跟小玉過小 但是 過小的人 我們都看到 這件事要請你多幫忙 我們跟他見面 是要請他來幫忙找一家 他見到我們提一句話 是 這也要請你多幫忙 師兄 那我把早交給你 就是把他當毀掉 是嗎 我想他的意思是說 看他可能找到雙語方案 那我們認為最好的雙語方案 就是異地建戰 或者是說 等一下 我們體育能力社會人 大家要講的 有一個很簡單的方案 好 我們也曾經在去年十月 開始發動一人信息 信息給小英總統 後來四千三百分 送到總統五以後 聽說就變 就開始流浪 小英總統一定沒有看到 就跑到委會 然後又跑去經濟部 又跑去國法 對 現在也不持續一下 那我們最後就是決定 把建議總統拉到開道 希望有更多人來發聲 那這場早交給你們 連成音樂會 期待大家來幫忙宣傳 尤其是代理是究竟 那我們一起來回早交那 好 我們部分就報告到影片 謝謝大家 大家好 很高興建議老師的機會 坐在這邊 那我跟趴老師一樣 要是用眼前都來過這裡 不過客人講 我是坐在國人文字上面 聽別人聊一些感想 那很高興建議能夠轉換一下位置 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大概一年都來一些感想 那我一直在想說 因為我這樣的分享 像我們講的是 早交跟電風 政府在照示我們說 一定要在那邊 在天還是結合在我們公益 電力的公益才會容易 才會導致一些危機跟風險 可是真的是這樣嗎 所以我就電力的一個副標 環境裡面 跟真正 國家競爭力 只能是一場零和衝突嗎 後面是一個問號 那當然在我的心裡有答案 可是我覺得我們今天來到哲學 不管是星期以外 還是非星期 總之要有一些思辨的空間 那我不能完全相信 政府告訴我們的答案 那我也覺得說 你們可能也不會直接 接受我們的答案 那大家都要有這樣的過程 才能找到一個真正的答案 跟更好的一個解決方案 好 那一開始也不能免足 跟答案做一點簡單的 替我介紹 那我是中間大學生 特別是畢業的 那跟這個不太有關係 那我後來從事 都會提資訊開發 也跟這個也不太有關係 那會比較有關係的地方 在於說我在2011年 回歸到家庭期以後 加入組織聯盟生活 教育的工作者 那在2012年的時候 認識看老師 跟他一起參與 找家裡選擇行動 那可是其實我在認識他的時候 我跟他接觸的時候 我也不是為了找家裡找大的 我當時只是覺得說 我聽到一個訊息 叫做 嗯 華麗納達的廢水 原本是拍銷理系嗎 我現在大家如果 很關心環境體的話 應該都知道這件事 他過去拍銷理系 然後就在那一年 西竹人不高興 他說 憑什麼你們桃園的工業大廠 廢水就排到西竹來 讓我們去承受這樣的模樣 好 那所以當時呢 我打包出來 我就決定說 欸 那不要拍 小李西 拍你們老街西好了 那我當時的直覺 反正是說 這好像不應該是 滿老鼠的詞 對不對 然後我應該是去要求廠商 不要拍嘛 怎麼會是說 這條西不能拍 我一萬一早就跳西給你們拍 那當時我有一個印象 就是說我曾經在 荒莉也參加過 七弟志工的一些培訓 所以我那培訓課程 大家朋友過來 有分享過 一個行為的守護的 這樣的議題 所以我就 我就欸 在F 上找了他 我問他的時候 他關不關心這件事情 那他 他當時因為在 在進行那個所謂的 關音不要擁有長 工作告一段落 然後他們後來發現 澡江不是守護關音的一個手段 澡江本身就應該是 我們應該要守護的價值 所以他當時開始去推動這樣的行動 我就跟著撒傘跟著參與了 那當然我們就知道說 其實廠商服務可以要求 可以嗎 後來環友 他們現在怎麼做 他們領排放啊 對不對 他們是領排放 他們都要領排放的 所以其實我們應該有一些地方 要堅持住 那我們才會有更好的條件 那這個條件 才真的是我們的競爭技術展 而不是說 我一位的只是 放任廠商 他做最便宜的作法 讓他降低他的成本 讓他的應該成本的部分 外部化來 來衝擊我們的生活方式 但我們 可能呼吸的空氣都 都覺得擔心害怕 家裡一定要空氣氣氣 然後小孩子 可能因為他喜歡運動 他後面慢跑的時候 你就沒擔心 他因為這樣運動 都吸入狂空氣 所以其實我們應該要 要多一些堅持 才能有些比較好的結果 好 那我們就在 從2012年開始 我們就 辦理了很多行動 行大大小小的補習會 那外部都會累去很多 在地的團體 所以我們在2013年 就發起成立團圓 在地的團圓 這樣的社團 那我自己是在那裡 14到2012年 擔任我們 擔任我們 擔任運軒 所以我比較少參與 這樣的行動 然後到去年 去年3月限了的時候 我就又開始加入 這樣的行動 那接下來就是 我們大概從去年3月 到現在的一些感想 跟大家分享 那剛才 那這邊又有個問號 這個問號其實 對我來說 也 常常被問到 像上個禮拜 上禮拜 七日節 大家回家祭祖 回家掃墓 那我就回我們 我們娘家去祭祖 因為我們 我們婆家留在桌子 他們進入讀 那 我一回家呢 我的小哥 後面看到我的一句話 就不是歡迎我家 他第一句話就告訴我說 你們在守護草瓢嗎 在保護他 以後每天都是你們的問題 都是你們的責任 那真的是這樣嗎 真的是這樣 這個是我們常常被問到的問題 那他們的直接連結就是 第三天然經接受戰 在觀塘 代表就是 我們才能正常公典 第三天然經接受戰 在觀塘 代表的是 我們才能解決恐怖問題 它代表是我們才能達成 2025規格交流的目標 但是實際情況是 真的是這樣嗎 那當然我們有很多 像 上個月也開了一場公立會 他在探討說 台灣到底是缺點 我們很多很多的資訊 解讀 還有他的不透明 那我們覺得說 到底是不是真的是這樣 都是疑問 從我在1993 1994出社會的時候 我就已經接收到很多證明 告訴我們說 我們會缺點 我們會缺點 所以我們當時 就蓋了四 然後又讓它續切 可是這一路走過來 其實我們從來 就看到有缺點 那我們有一些很明確的法規 比如說限電的管理辦法 這個是很明白的要求來 就是說它每年3月它要評估 如果我們有缺點的風險 它其實應該公布這個辦法 然後跟那些用電刀去溝通 說當一有這樣的情況發生 之後我們要如何去限制用電 可是這樣的辦法 從立法到現在 也沒有看它公布過啊 就是到底我們的供電 所謂正常供電 是不是一個大問題 這都是 那還是問題 第一個 然後解決公布問題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如果非在 非在關台 第三第二期 其實其實又在才能解決公布問題的話 那麼為什麼 我們的什麼台灣 清淨空氣行動聯網 高雄的清淨空氣行動聯網 都加入我們的 那個守護大海草校的行動當中呢 他們難道不希望能夠 更快解決公布問題嗎 那其實他們就是因為很明確表達 很明確的知道說 問題根本不在這裡 為什麼問題根本不在這裡 大家應該記憶有息 去年的冬天 發生了什麼事 冬天的時候 因為東北氣候的影響 我們的 我們在台灣本島的 所謂的空門還遺散 然後再加上它帶來的 外部的污染源 導致我們空污的狀況 非常的嚴重 那嚴重到什麼 大家就要求 中國降漲 對不對 那中國降漲的缺口 要由誰來承擔 中國降漲來的 去保留休息來承擔 目前看起來 政府的規劃 是要由我們大盤電腦來承擔 那大盤電腦要落成 然後必須要怎麼樣 天然氣候也要充足啊 對不對 那如果說在冬天 東北氣候影響下 在外來外民的影響之下 我們如果沒有辦法 在那個時候也充足了天然氣 但是這一套 這條路基礎 就 就沒有辦法記憶了 對不對 所以其實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是要確保 第三天然氣氣候站 在東北的時候 要不夠很順暢的接收配合器 對不對 那這樣它的前提 才是對的 才能夠往下走 如果我們第三天然氣氣候站 在東北沒有辦法很順暢的 接收配合器的時候 那也代表 我們沒有辦法去 去承接 所謂的 沒 沒的降漲的缺口 對吧 那我們 當第三天然氣氣候站 蓋在觀塘的時候 它就會有這個風險 因為在冬天 東北氣候的地上就下了 觀塘 觀塘 那個地方是 飄海南峡 最小的地方 所以我們常常有 也會聽到說 欸那個 清晨的對地路在哪裡 在西方 因為它承受最大的 對自己的影響 因為它往往都是七級八級 這樣那個震動非常的強大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天然氣喘根本就沒有辦法 靜感 謝收 天然氣 所以它的影韻天數是非常低的 尤其在我們認為空屋 以空屋的影響 我們在被卸展的時候 最需要它來接上去的時候 它是沒有辦法接上來的 這是第一個 所以我們為什麼會有多多 在那個空屋的問題上面 努力那麼久的團體一起 一起加入 因為這個其實 是他們充分的了解到 這中間的關係 然後第二個就是說 2025的F2槍的目標 反而是我們要完全的捨棄 和能發電 對不對 可是前一陣子大家發現一件事情 其實在那邊告訴我們什麼 因為氣候偏近的影響 冬天 去年冬天的六電量突然大增 然後大增的狀況就像 因為我們目前 有些基礎人在維修啊什麼的 就沒有辦法去質疑到 那麼大的六電量 所以它就合一幹嘛 要讓有問題的核二廠 核二廠的二號機 開始啟動發電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注意到這樣的新聞 那它真的也啟動了 結果啟動 沒有成功 那其實 那你就可以感受到就是說 政府其實它 雖然說 把 未來 未來 未來天然去發電 它希望都佔50% 可是如果說這個50% 不能順利完成的時候 它就會 它吸引有一個備胎 叫做和能 好像隨時都可以接不上它 就必然要讓那個 所謂的天然氣 所謂的 用天然氣力發電這件事情 它是可以順利的接不上 因為它自己認為在聶人的部分 它沒有辦法 那麼順利的把那個比例提升 所以如果 如果我們把第三天然氣 都帶在觀塘的話 它的風險就會比較大 因為它的隱密天數很短 那如果說像我剛才看到 它剛好只有一張圖 就是好 蓋在臺北港 它不斷是北部的一個 供應的樞紐中心之外 也因為它的地形影響 因為臺北港它是一個港灣 它是一個凹系 凹進來的灣區 所以呢 東北的情況對它影響其實不大 它其實是可以達到跟 幾乎是跟柳安嶼港一樣的 營運天數 那你營運量可以達到很高 我們投入不用太多 就可以有很高的營運量 所以在那邊是一個比較好的投資 也對我們的人員安全 是一個比較好的安排 那但是呢 它就告訴我們說 對啊 你講的都很好 可是我只有在觀塘蓋 才來得起 因為只有觀塘已經通過緩屏 其他地方的活動 要重新從頭開始 讓緩屏一走好多 你直接就過去了 都來不及了 那事實是這樣子嗎 那這個是忠祐自己做的可行性研究研究裡頭 那是大概2013年 他們針對學職的部分 做的可行性研究 那因為我不去學這部分 所以我們其實當時在看那個 後的資料的時候 其實是一頭目的 到底要怎麼看 根本就都不知道 只是一直覺得非常疑問的地方就是說 你看它整個不管是在台中港 在台中港或是在觀塘 他們的起始工程 起始時間都是106年7月 都是一樣的 那可是為什麼 對不對 那個觀塘有早1年 早1年105年7月 105年是2016年7月 到今年20118年大年開始 假設它可以來得起的話 假設它可以來得起的話 到現在也來不及的 對不對 那可是他們通過運軟測試的時間 就可以差到304年 為什麼 大家開始起跑的時間差不多 可是我們桃園的 最尤其是桃園 好多個 剛才聽到大家自圓上 我們桃園要排到我家 桃園跑得很快 是這樣嗎 是這樣嗎 那後來就像於那個中心大學 那個環工系教授 總體協老師告訴我們說 我們第一次碰到他 他就告訴我說 我們告訴你 其實在這三個地方 沒有一個地方來得起 我說 老師為什麼 他說 因為他 但要田海照路 田海照路之後呢 你就要等他 大概等著他三到四年 讓他地幅穩定之後 你才可以在上面再加蓋工程 那我們都可以從這邊看到 這個所有的聚田工程完成的 初期完成的時間 你可以看到 109年12月 10年12月 108年12月 當然我們這邊還是跑得比較快 我們給他那一步步這樣 那等到他聚田工程完成之後呢 你可以看到他接下來馬合工程的 開始的動工時間 從109到112他大概 就休息了一段時間 讓他地幅穩定 那台北港也是 他休息比較短 那我們桃園不但緩快 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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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可以先跑 他108年12月才聚田完成 108年的10月就可以開始蓋馬桶 所以這個其實是 很多很恶恶奇奇怪怪的地方 導致於說 只有在觀堂南的棋 所以我們懷疑說 他是先設計在化法 他就是一定要在觀堂 所以這樣做了一個評估說 只有在觀堂南的棋 好 那我們再看一下 剛才主持人有介紹過就是說 我們在3月31號有合辦的問談 這個是由台灣生物學會 跟台灣生物教學會合辦 那你剛才在講 能源、空音跟藻礁 那這張表呢 這張表是當天 台電的陳部總帶來的補充資料 那他的補充資料呢 是由基督部的 基督部提供的 國內天然氣的供需概況 他告訴 那這整張表的上半部 下半部講的是需求 下半部講的是供給 那下半部的是整個需求量 你可以看到 這個紅字不是我掛的 是他帶來的時候 他就這樣掛了 他帶來的時候就這樣掛了 那這個總需求量呢 就要由下面這邊的那個接收站 接收站來去應應他 那這個接收量呢 那個接收量呢 在各下面 和基督部在下面 那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他自己畫紅字的 111年 是2022年 他總需求量是 1750萬公噸 但是他的總供給量 是1700萬公噸 那這個是在他認為 有觀唐第三接收站 可以供期 50萬公噸的段落之下 可以 還缺50萬公噸 那我們可以看到 我就算是把這個 50萬公噸拿掉 拿掉他是缺100萬公噸 不管有沒有觀唐他都缺 所以就是說這年的公企 其實是很緊張的 這年公企是很緊張的 那這種緊張 其實不可以 透過其他的調度啊 用畫紙調其實是可以的 那這一年之後呢 每一年 每一年的公企 都大於他的需求 甚至到他所謂的 2025年 114年 還高落非常多 他自己也畫了紅字表示 那這樣子的公企呢 我們可以看 到2025年 3210萬公噸 減掉觀唐的60萬公噸 多少 2600萬公噸 還高於他的需求 2354公噸 那更不用說 我們到 剛才剛老師有個圖表 到2025年之後 他開始那個需求量 再往下走 那這種往下走 其實台大那個 風險社中間 其實在去年 他就提醒說 這個天然氣 他是作為一個 過渡性的橋接的發電方式 大家要提估的是什麼 我們現在所有的投資 到了2035 2050之後 可能那些都會變成什麼 顯示資產 因為你就不需要那麼多了 那你投入的就是 他過過你的投資 這個是他高層的風險 那這樣的圖表 可以看到他是 106年8月30號 他就已經做這樣的提估了 所以不是現在才有的 那同樣的數據 在去年9月的時候 翁山年的獨家報導 這個數字 他算是用7個年紀 可是他的數字是一樣的 他的數字是一樣的 那他的焦點就是 不見第三天 第三天都在天然氣連共有 那他沒有問號 問號我是把他加拿去 因為我們要抵持思辨的精神 在這 對 大家想一想 那他就告訴我們說 這個是 沒有第三天然氣連共有 那時候是這一排 有天然氣連共有 那根據這樣子的報導 其實不是只有 只有給大家消息 他也去訪問了當時的 那個 中油的代本市長楊威甫 那楊威甫呢 他告訴我們說 三階式專門供大潭電場未來 十步發電技術 以及其他名物 民營天然氣電場所用 好 那就先有個印象 現在大潭有陸陸 七步 七步都在運轉 七步七足了 那他原本2011年的那個 五十萬公司 現在就已經在用了 他都這樣陸過去了 我不曉得他到底哪裡陸過 好 好 再來 他告訴我們說 他也沒有否認說那個數據 他也沒有否認說 其實我們將來的天然氣工廠 就算沒有三階 供應量也是夠的 他是告訴我們說 如果沒有三階 天然氣的御書 會是比較障礙 就是說他不是在北 他不是在北部嘛 北部有接收這樣 他是一定要從中部 跟南部運上來 輸送上來 然後輸送上來呢 中油的副總告訴我們說 這個天然氣管線已經飽和了 那他告訴我們說 海管鋪射很難很難很難 然後長達一百多公里 風險很難 所以他們不打算 要再鋪一條海管 那目前的七步機組 就是由台中 第二季就在鋪海管 到大潭電場攻擊 這樣每天再一次 好 我們再往下看 那這樣的海管 還不安全 有沒有風險 其實還是有啦 因為他只有文藝的管道 沒有一二條 沒有被磨 所以其實去年 他就發生了三次 讓那個大潭 卸載的風險 那兩次是因為 他在台中的那一段 那個加壓幫補 被垃圾塞住 然後一次就是 八一五大大亂點 但是他都記憶流行 然後影響非常大 那當然這個都是什麼 這個其實都是管理問題 可是他卻拿那樣的管理問題 來查說 我們沒有這個風險鋼 哪有什麼 不把內部管理做 那當然 我們剛才提到 3月31號那天的論壇 徐國文老師也說 我們很習慣 我們的那個 備用電力 備用電力很高 可是我們的備轉電力就很低 那代表什麼 代表我們的維修 維護的體系很糟 那你不要去強化你的維修體系 而不是一直在 因為我們的維修很差 所以我就弄了很融合設備 然後彌補這種不時之虛 這樣的投入其實對我們來說 不是那麼的經濟 那我們要發展經濟 可是我們做的事情都很不經濟 我都不曉得那個邏輯是在哪裡的 好 不曉得看一下就是說 好 那我們剛才幫副總說 喔 海管很難很難 拿到什麼程度 我們看一下別人的經驗 大家知道全世界最常的海管在哪裡 蘇中平安切海管 在 他的名字下面都是除 他是從俄羅斯 俄羅斯經過過多遺海 一直到德國三岸 然後到德國三岸之後呢 他又分了兩個體系 從走路路 一個是NEL 一個是OPL 這兩條體系案 他們內部就是透過管線加上除草 來去供應他們內部的需求 所以大家就知道說 好 當然你要接收天然氣 可以透過海管 可以透過接收桿 那難道他們內部怎麼辦 難道不靠岸就不用天然氣嗎 不是嗎 那我們剛好我們的電廠該在海邊 所以他覺得說大概很近 可是如果電廠在內部 我還不是要接管線 要加上除草 對不對 所以你不見得一定要蓋 蓋 所謂的那個接收桿嘛 接收桿的影響在文大 所以你其實是可以 比較可以透過管線加上除草 到用量大一方多一點除草 去調節能力接風的用量 對嗎 這個是一個很基本的概念 可是我們都覺得說好難好難 好 那這個 所以這條海管呢 它全長一千兩百二十二公里 那我都覺得一百多公里好了 人家蓋了一千兩百二十二公里 而且它不是只有一條 它是兩條平行的管線 為什麼 這個才是你認為它很重要的做法 你至少可能會有一點備援 對不對 一條出問題的時候它還有一條 可是我不是 我就一條撐在旁邊 有問題就有問題 我像裡面有任何其他的辦法 那它怎麼蓋多久 它第一條 六個月就完工了 六個月了 那我們說好難要蓋好久 那第二條隔年 它大概八個月就完工了 那我們目前公司給大堂房間 一百三十公里 也要有人說一百四十公里 Anyway 一二二二二還是非常非常多啊 對不對 那我們花多久 一年多兩個月完工 那我再給你兩年可不可以 就再蓋一條嘛 對不對 那我們其實台灣最快的隔完 一天可以蓋廢屋四公里 那當然我們不能說 好就直接 一百四十除以四 一個多月就可以隔完 不是這樣的 然後搭配那個天后狀況 什麼的 跟第一條一樣 鋪一樣久好的 鋪一樣久到一百一十一年之前 可不可以玩工 可以啊 可是他又會告訴我們說 可是就縱使是這樣子 一百一十一年 我的總供給量 我的卸收量 應該是少一百萬公里 怎麼辦 我覺得那個不會少 為什麼 因為我們常常接收到的東西 那個 我不曉得我們台灣人 真的彈性量很大 事實上台中第二接收站 他的計畫量 計畫營養是三百萬公里 可是他其實真的是 繼續下去營養的 就是四百五十萬公里 是一百五倍的營養量 一百五倍的營養量 那他如果說那個卸收皮 再多做一組 原點你種子是同樣的除草 除草數量 那你只要流出去的數量快 那你裹進來的數量一樣 跟人家快 不是也可以裹得進來嗎 對不對 你只是周轉天速是把它拉低 但是他們周轉數量快很多 那你的營養量 其實還可以再拉高的 這個到底應該還蠻容易的 可是他就一直覺得好蠻好蠻 都沒辦法說 好我們再看一下 這個是他們在那個 第二本 第二本的那個 可行性研究頭的數據 有把它整理出來 這是中國自己一定的 預定的期程 那當然這個七號 其實有檔案的時候 他以為是一百一十一年 七月二十一年 那公益你說 這一部分已經 現在已經在做了 所以其實他 這一部分的五十萬公里 他已經調節過來了 他其實 所以他這個幾乎 已經沒有一百一十年 要再多五十萬公里 這件事情 現在已經在做了 然後另外的 八號、九號、十號 都在2025 二五能完成 那他需要有四個初潮 然後營運量是三百萬公里 這樣子的計畫營運量 就是台中的計畫營運量 越接受的計畫營運量 那我們有可能 他這個沒有 他這個可能營運量 會比台中營運量 都因為我們的營運天數比他少 我看其他東北氣候的影響 東邊是沒辦法接收的 他有一段時間是沒辦法接收的 那他這邊很有趣的是 他到2030年才有八個初潮 才有所謂的六百萬公里 可是我們在前面經濟部的數據 他已經把六百萬公里加到二百萬公里 所以我們自己內部本身的數據 就有這樣的差異在 一差就是三百萬公里 那這個三百萬公里 其實我就覺得我們台灣 這個為什麼非常的有台性 台性到什麼程度呢 因為我們剛才不是有比較說 在大臺這邊發現了 一起保育類 柴山多邊王山路 所以然後他們就說 好那我們就劈開 肉頭的藻礁 跟台灣柴山多邊王山路 所以我們就把規模 基地規模縮起來 基地規模縮起來 基地規模縮小之後的替代方 他請請放四個土草 四個土草呢 我們怎麼去營運六百萬公論 他也沒給我們答案嗎 那事實上我們在三月三十一號 那天的論壇 我們有兩位夥伴 一個是蔡亞比律師 一個是那個台大風險 社會中心的趙家瑋先 都有問到什麼問題 就是說 我們有必要為了一年的 供氣緊張 供氣緊張嗎 是供氣緊張 規定供氣不足 就去毀掉七千五百萬的招教嗎 這是第一個 然後他們不回答就是不回答 然後趙家瑋先生問說 那我們扣掉六百萬公論 兩千六百萬還是比兩片上兩萬公論 綽綽有餘啊 足以公益啊 為什麼我們不被禮拜功課 他也不回答就是不回答 所以 我們就是 碰到很多狀況就是說 欸我們實際拿出一些書籍 而且是你提供的書籍 來要求一個答案的時候 他也很會 很會雖糊塗 也會死而不見 所以 所以為什麼會有多多問題 因為我也沒有答案啊 可是我明明看到書記就是這樣子呈現 為什麼我也沒有答案 這我覺得大家可以好好地思考一下 然後我們剛剛有看到楊潛董事長 然後現在的台電楊領事長 你告訴我大潭的第三天然機就這樣 就是為了東京大潭電場跟北戶其他 民間電場跟民生用氣 可是你看這個是大潭電場一年的天然氣用量啊 他在2016年他的天然氣用量 就已經到了350萬公斤 比他2025年規劃的300萬公斤還要多了 你連現在6個機組的需求都無法滿足 你卻要告訴我 他要滿足大潭將來10個機組的用氣 以及其他的用氣給不起來用氣 這樣子能力嗎 真的看你沒有答案啊 所以其實如果你真的要滿足所謂的北部 用氣跟大潭的用氣的話 那你的規劃量怎麼會是那麼的低呢 對不對 那你怎麼會在一個那麼不安全的地方去看接收 你不知道你不能收那麼多的天然氣了 好 那我們就做一個簡單的推估 這個都是他 這個都是他在可行性研究以後的數字啊 那如果說我建設在觀塘的話 那大潭的需求量 這個是2016 也就是2024年推估的需求量 這個都是他的數據喔 因為我 因為我不學這個我也不知道 這個要怎麼推估 都是從他媽媽抵診出來的 2012年總計410萬 然後2024年是750到804 那第三天還是基督賽 我們說我們今天有介紹過 他的規劃量是300萬公佈 後來他撐到450萬的營運量 那當然他現在還有第二期 要可以拉到這裡老闆600700 都有可能 那到2024我們就把它當作 還是在450毫元 那如果說我第三天然氣溝通戰 到2020年只能給300萬公佈的話 我根本沒有辦法滿足這樣子的需求 那我必須加上 我原本從牌管送你寄來的才有辦法 對不對 所以我就必須要仰賴 同時需要仰賴台中接收善良公期 不只是觀塘 觀塘沒辦法滿足北部的需求 然後中部如果說好 中部要改轉型成電源氣溝通的話 他就必須要另外開發第五接收站 或擴建台中的接收站的能力 這個是我自己想的 我自己推薦的 那可是如果建設在台北港 因為台北港的條件比較好 他可能可以跟高雄的柳岸接收站一樣 高雄柳岸接收站當初的 這個計劃營量是六百萬公分 因為他其實 他真正的是營量到九百萬公分 所以如果我們可以營量到九百萬公分的話 而且他還是在四個除草的狀況之下 不是八個除草喔 四個除草的狀況之下 那我們就可以透過台北港的第三接收站 直接滿足北部的需求 那當然我如果台北這邊可以直接滿足北部需求之後呢 台中的中部轉型成天然氣發電 他就不需要在另外開發第五接收站擴建 我們把原本第二接收到大堂的氣給他 不就好了嗎 對不對 那對我們來說 是不是投資效能將到的事 我可能在台北港只要借四個除草 然後在觀塔要借八個除草 然後呢 如果我在觀塔借 我可能台中還要借第五接收站 當然那第五接收站他已經在進行 欸我們都已經這麼多的開發案 這麼多的接收站進行了 那我為什麼也等下要觀塔嗎 還要再改課 這個其實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我希望大家都能夠 有時間去思考一下很多問題 然後才就是說 好假設 假設我這個工期就是不足 工期不足的話 那我的用電都會有其他地方彌補 有可能可以啊 為什麼 因為我們在去年八月的時候 八月除了八月五大段天 八月初還發生什麼 然後電打倒塌 所以我們已經電打的店 沒有辦法吸收到吸過來 對不對 那時候不是大家公路的人 公路的人 就不能吹人氣辦公 對不對 那剛開始呢 這樣的電打倒塌的事件發生之後 我們政府就要要求什麼 要求要做那個需量計價 開始執行需量計價 這個事情 那所謂需量計價就是說 我們跟有些 台電跟有些用電大部的簽合約 合約說 我這個每個月我要用一百千瓦巴布 如果說 欸那個用電戶呢 他們有用到一百千瓦 他只用八十千瓦 他可以把那 節省下來的二十千瓦 還換以後去給他電 而且用很好的價格 他有去 這叫需量計量 因為希望你幾個約用電 把電行代給人用途 那我們的需量計價的那個 當時的價格是 一路十塊錢 一路十塊錢 比我們公平案件 一路二點多塊也要到很多 那一開始 要執行這個案子的時候 很少有申請 後來宣布加碼 加碼百分之二十 一度變成十二塊 就一堆的跑出來了 所以你只要有一些政策工具 使用得當 是不是可以把很多民間 他本來就有辦法 一定的力量 把他引導出來 甚至說我們以前 有曾經有跟一些廠商 有補助 有簽訂合約的一些 企業構成的方案 他們都不直接說回來 不把電直接說回來 因為把電直接賣回來 太便宜了 那如果在我去量薪價的方式 他可以用更高的價格給我 對不對 那我們的過去所謂的 所謂的氣墊工程 大家不斷有七點多幾吧 七G左右的一個工業的能力 七G已經是未來大潭擴廠之後 十個基礎是可以供應到差不多七點五 其實差不多是一個電廠的量 那我們只要不夠把那些民間 已經有的設備 已經在做了事情把它引擋出來 是不是其實你根本那個 缺口是不存在的 因為其實這個也是一個 可以考量的方向 好 那我們再回顧一下 去年八月就發生了這兩件事情 那八月五大潭的跳電 去來大潭擴這件事 其實 其實是整個電廠的封面管理 一個很嚴重的管理不能發生的 狀況之下發生的 那我自己就認為說 這個不是偶然 這個是必然的結果 只是不曉得什麼要鬆發生的 那這樣必然的結果 我們在八月九號的 本件轉型立備會議之後 也提醒過 我們在六月二十六號 關塘工業感的環差 下路正在位置 也有提醒過 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行政一定要進來 那我們怎麼去提醒他呢 我在八月九號的 一個人會有報道他們說 其實我們應該要當 用電大鋪承擔工業職任 對不對 為什麼一般的用電大鋪 它有特色 它們可能有很大的什麼 企業總部 可能有很大的廠區 而且它有很不夠的資源 你就叫它鋪一下太陽能板 是不是一個很了不起的童子 不是嘛 現在看的蠻多便宜 你現在整個場地都鋪起來 是不是等到 夏季健康用電的時候 它就可以應應這部分的缺口 對不對 那這部分很高興就是說 證得聽到我們的聲音 它在今年一月的時候 就有這樣的規定要要求 我們的八百千瓦的那個用電大鋪 都要承擔百分之十分的工業 不管說你自己工 還是說你去買運電 一定要知道這件事情 然後第二件事情就是 就是希望能夠檢討大盤電廠工業 23點方 包括整個 將近四分之間電 有一個電廠工業 因為我們台灣真的也是蠻厲害的 現在全球最大的電廠在台灣 台中國立化電廠 將來全球最大的電廠還是在台灣 大盤電廠 無聊這次是一件只能驕傲的事情 那我們希望說 它能夠檢討並調整智慧型 最重要的其實就是這個期程 因為那個其實期程 我剛才 剛才我的自我介紹 已經提到 我們過去是在做軟體專案開發的嗎 所以我們對專案 有一點點的 有社會的見解 所以我看到它的那個期程 覺得真的是 迷不到了極點 所以我就提出這樣一個方案 那我怎麼要提這個呢 因為去年夏天 我們政府都在宣導什麼事 叫大家不要在家裡吹冷氣 像我們家裡吹冷氣 你在家裡不要再笑 我在家裡吹冷氣 你就到大盤場地吹就好了 大家集中到大盤場地吹冷氣 不要在家裡吹冷氣 那你覺得這樣的宣導有用 有效果啦 我在家裡睡午覺睡好了 你幹嘛叫我到大盤場去 對不對 可是如果我的智慧電廠 都固件的很快很好 然後分子變降 都很快的去進行 我就告訴你 這個時段的變降就是五倍 那你要不要出去大盤場地吹冷氣 你不用告訴我我自己去了 而且我在二十一 可能把我的那個熱水瓶 都把它把它掉 那不在那邊直接洗衣服 這個是可以直接把我們的 尖峰跟黎峰的那個pick 拉的記憶點 那你就不會有那麼大的 冬點的壓力 對不對 那為什麼會有這種感想 就是說我們每次在去 參加一件會議 比如我剛才審查會議的時候 就會有在一個 希望開發的一句 你說那你就不要吹冷氣睡覺 然後我為什麼不能吹冷氣睡覺 我覺得這件事情很奇怪 因為我吹冷氣睡覺的時間 是疑風時間 那時候我們吹冷氣 你的電動發在那裡 你居然不讓人用 我們的問題是在 尖峰時期的管理 對不對 那我要把尖峰的地方管理好 我就可以 我們就可以避過那一段的問題了 可是我們不是 我們把問題把它模糊化 所以我們一定要好好的做好 我們的哲學教育 我們有試練的能力 它對我們有接受資訊之後的一些 整理整合 然後溫習的能力 我才能真的能解除 台灣的問題 那所以我其實 我一直在想說 我們過去體驗 那麼多的體驗方案 一直都不做到重詞 然後也一直很少的 願意去深入去了解 那真的就是我們的 哲學教育 真的是非常的多 大家很直接的 就接收到外面的資訊 甚至說 我們很懶惰的 只聽得到那些滑眾群蟲的聲音 那我用票題的不好意思 自我不要講一下 我們身邊31號的論壇 劉紀宇博斯就問了一句話說 台灣到處有長交這句話 他去把他過去十幾年來到各個海岸 收集到的照片 然後還有甚至都再去一次 再去越來越把一次就是說 到底是不是他想像那樣子 他去把他分一每一個海岸 你說任務有藻礁的地方 他的藻礁所佔的百分之多少 我們剛才說台東三園 台東三園 都是他提出來的 我們有一個這麼認真 這麼認真的公園 他在那個委會 會有什麼東西做調查 我們有這麼認真 這麼認真的公園 可是他花那麼多時間做出來的調查結果 連二個委會都不參與 然後大家也都不重視 然後這樣的研究員 一百分之間的研究員 沒有人家聽他講過 可是他喜歡什麼樣的選擇 他沒有另外一個選擇 他整個論壇 他就是非常的滑動俱衷 他就是一副很貼的樣子 然後告訴我們說 我認為七千年也沒什麼了不起啊 社人保護區好像也保護不了 幹嘛保護他 現在竟然中游有錢啊 你就讓他開發 然後讓他每年去監測啊 回饋啊 你就交給他就好了 我們的學者是這樣講 可是這樣的學者 在學校非常的受選擇 因為學生都覺得好幽默喔 這個其實是相較於這個案子 我覺得這樣子的一個現象是 我認為更值得用心的地方 所以為什麼 話來我都問他 就希望說 大家都能夠真的用心的去 去理解一些事情 那我們剛才講到智慧電療 那我們可以看到去年也是 大家吵了很久的 前瞻基礎建設 告訴我們有很多 有前瞻性的基礎 都一定要趕快做 如果不趕快做 我們就沒有競爭力 那可是有一點 有個地方的 他就不認為他有基礎 又有前瞻 在哪裡呢 這個所謂的結人 智慧清潔他認為要 要先建置智慧電錶 300萬元 智慧電錶 他認為說 這個不夠前瞻 也不夠基礎 所以我們的特別預算 一塊錢都沒有編 紅色的部分是 前瞻基礎建設的特別預算 一塊錢都沒有編 完全放任給誰 給台電去編 然後台電已經 就過去的經驗 他從100年開始 去發展智慧電錶的建置 已經到150年宣告 失敗 完全失敗 好 那其實我們要看他的那個 其成單板就覺得說 欸他失敗 也是 也不是毋然 也是必然 好 所以我們真的有把這些事情 我們真的有把這些事情 放在心上嗎 看起來似乎沒有 看起來似乎沒有 那這個是智慧型智慧電網總體規劃方案 他有一部分 他有一部分叫智慧型電錶的技術建設 那我是從這裡拿來做一些整理 那他其實 比较了很多地區的智慧型電網的一個建設的規劃 那包含網紅啊 中國啊 美國啊 日本 韓國 那我是找了一個 都大概稍微比較先 因為其他很多很多的國家跟經濟體其實蠻大的 那我找一個韓國國家階級 那這個是韓國的部分 他在那個 表 他在一個建國 就是以這樣的表來看 他們的智慧電網的發展 前面一二階段跟智慧 就是智慧電網的建設的比較穩當的關係 那你可以看到就是說 你可以看到他的表達方式 表達方式是要能表達的話 然後精一段氣分的清楚 這樣是不是很容易看 如果你覺得不容易看 你接下來看到我們的 你就會覺得真的是太難看了 我們的表達方式就是這樣子 一段一段的文字表達 你完全看不到從什麼都開始做什麼 然後從什麼情勢 完全看不到 所以我就只好呢 根據他這樣的一段的文字表述 把他整理整個都講得多個 我才看得懂 我才能比較出來兩個差異在哪裡 然後這邊是台灣 這邊是韓國 然後台灣在技術驗證期呢 只做了六個月 他其實是2017年6月到2017年12月 我是沒有在追說 今年以前2018年8月 他到底做很累 那六個月以端端端六個月 可是韓國呢 做了三年 那什麼叫技術驗證期呢 就是我們在說 你在做的一道也是一樣 我可能對我的技術 我會有我的想像 我想像他應該發揮什麼功能 然後他應該在什麼狀況之下 會有什麼問題 這個都是我想像 猜測的 我們叫TOC 一個concept proof of concept 那在我東西 你是要做的一月完整月 你把所有可能發生的 方法都實驗過 然後有功能 確認他會發揮 然後有問題的方 確認你有解決的方式 所以其實理論上 這個實力應該要拉很長 你確實刮六個月 所以就實證驗證期的所花費時間比 我們是他的六分子 那大區域物件期呢 韓國花了八年 我們花了十二年 而且我們 我們還在這個大區域建設期呢 還做了分段 那這個分段 我也覺得很疑惑嗎 他有的東西還說 效應品不若可行才幾許 都不可行呢 那是各國錢面花費都白投入了 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他前面的驗證請 花太少時間 那你要投入死 如果你前面的驗證 你花過多時間 你到底要附件的時候 你該怎麼樣 你該是很 把那個標準規格都定義好 然後很多廠家同時來投標 分區域同步進行 這個才是一個比較extense的做法 我們不是 我們是驗證很短 然後又分很多階段 然後每個階段都 用一個wind stone 他如果這邊做得好 我才繼續往下做喔 如果說不好怎麼辦 沒有到處我 好奇怪喔 然後 然後等到2030年呢 才要完成600萬 600萬物資 比我們 花影大段變所影響的物資 多一點點 不是全國 然後 他這時候才要再評估 整體物件 這個 這個 你木齊嗎 所以我就覺得說 你這應該要好好 再評估一下你這個期程 為什麼會這樣安排 然後我們再比較一下說兩個國家 兩個國家的一些比較客觀的一些條件 我們的國土 國土的面積比韓國是我們的2.8倍 可是他花的大規模物件期比不短 他們的人口就是我們的2.4倍 他花的大規模物件期比不短 那大家覺得這樣子的數字是合理嗎 這個又是一個很大的問號給大家參考 然後再來就是說 除此之外 我們在外面 可以去彌補所謂的缺口 假設真的有缺口 這個是我們 這個是我們從能源區 當作下來的電力消費結構 以及 總編的幕幕真實的把你人口 命連資料 當作下來的那個人口資料 那我們就 人口成長的資料比較多 但是我們我也要配合他的電力消費結構 就把我們抓這幾個資料來做比較 那你可以看到說 就從美國85年到美國 105年中 20年的期間 他的平均每年成長率 每年的電力消費成長3.38 3.38 3.38看起來似乎是一個很小的數字 可是大家知道喔 他是負利喔 他是負利的觀念喔 所以其實從 這20年的總成長率是90.15% 他是將近兩倍的 我們電力消費是快要到 20年前的兩倍 那當然現在可能更多了喔 那可是我們人口呢 我們人口平均成長率是0.425 又更小的 反正0.425 那我們的總成長率是不到10% 不到10% 他的人口成長率是需要用兩倍的電力 然後我們被稱為是 台灣是亞洲用電 就是平均用電量最高的國際 那這有沒有值得檢討的地方 有 所以我們的節能有沒有做 看起來好像 政府好像想做 可是好像沒有什麼成效 不然總是這樣子 那當然可能最需要檢討的是 所謂的工業部門 那工業部門的部分 我們提到 那天徐光文老師有說啊 我們說我們要競爭 我們要競爭力 我們要走到前端 我們要走到前端 可是我們去的東西 我們的企業不去做 不求長進 那如何有競爭力 他舉個例子 比如說他說像Google 他們就可以宣誓說 我要用百分百率的 而且他是一起去做 那可是我們卻一直在 我們要擔心一件事 就是說如果我的電力 東西不一定 那台積電家 到美國去設廠了 可是事實是這樣子嗎 如果假設有一天 未來有一天 台積電到美國去設廠 也不會是因為電力的問題 他的主要問題還是在哪裡 在暴力障礙上面 如果美國告訴你 如果不是我美國生產 我就不要跟你買 那你要不要去設廠 那我過去在自信線的時候 我也曾經在那個 一般的企業裡頭的 State服務 那我以前曾經在一家 那個紡織公司服務 那美國 美國是全球最大消費市場 很多地方的東西 都要進美國去賣 那美國就有規定 對於紡織品的規定 叫做配額 配額的限制 每個地區都有它 配額到那個 進去美國市場的額度 所以我們台灣 就不會建那麼多的 那個紡織市場 為什麼 我就一定非得到 到東南亞 走到東南亞 甚至到南非去蓋廠 因為在那邊蓋廠 就是用那邊的額度 我如果都是在台灣 就是用我們這個額度 我生產再多都沒用 它就不買嘛 對不對 所以其實我們很多的時候 是一鄉情願的去評估說 我未來的用量會在哪裡 我未來的工業的發展在哪裡 我需要急力爬到它穩定 可是其他將來要出走 不會是因為便宜的電力 到美國電力有得很便宜 你的共產業 都沒有 可是要廢去補課 所以我就真的要圍過頭 還思考說 你的競爭力到底在哪裡 但我 假設說 我自己就 預設說 財經力就是會出去 而且它出去 它一個想說 要我們整個動物的電力 它出去我覺得還好 為什麼 那我要思考是什麼 思考是我的產業到底在哪裡 而不是是在 一直在公英那些已經很大很大的 然後呢 它可能也 沒有承擔太多責任的產業 我覺得這個是可能 比較需要思考的地方 然後再來就是說 這個助長的部分 我看到它也成長滿高的 那助長為什麼成長滿高 我給大家講一個 我過去的經驗 我以前在那邊請問之前 我自己付一個小套房 我買一個小套房 那你現在都是集合住宅嘛 集合住宅 到底要分開什麼 公用電費 對不對 我先不靠 我每一期用電量 我光是公用電費 就比現在我們一家三口 住的小套店的電費還要高 為什麼 這個是我們 我們轉 我們的 目前的建築物 就是用這樣的方式在做 然後在2000年開始 放火的富馬特行會 然後就開始研究 我們整個全球的能源的使用的 那個分析和統計 他們認為 我們有50%到50% 60%的能源 其實是浪費掉 為什麼浪費 因為我們現在的建築物 都太耗難了 所以他們其實有提倡就是說 我們其實要 真的我們這份做得很大 很大的變革跟修改 而且這樣變革跟修改 它還可以增加什麼 增加產業跟就業機會 所以它不只是為了節能而民 好 要看一下我們附近國家 其實像日本來說 他們就是異能源 叫做新建築物 叫做DEV Geral Energy Building 就是說 我的建築物 可能還是需要耗能 可是我這個耗能 可不可以由我自己產生 比如說我的屋頂 或是我的建材 它就有太陽能 發電的能力 都我能夠自己攻擊 然後最後呢 我的寄流路 跟寄流度是等於0 這個叫Neil Energy Building 這是日本他們在2014年4月內的 會有一樣制定這樣子的一個標準 那這個標準呢 制定出來要幹嘛 它就要求2020年的時候 各爾東建築都要符合第一的標準 到2030年的時候 所有的建築 就算是私有的也要符合 西建築都要符合這樣的標準 因為他們已經把他知道說 建築是很耗能的 那我沒聽過 然後我剛才講的 法國布娃哥寫後 是在一本書上面看到的 他在做找尋名片的檔案 那其實整本書 不管是在能源 在農業 在很多很多的方面 他都讓我有一個感想 那是說 都市的問題 其實要有都市自己去解決 你不能因為都市的屠宅好 都市的建築耗能 然後你就要到天江去把它圈一塊地 是那桃園把皮卡舞 埋起來 然後做太陽一塊地 這樣子的思維是不對的 我們其實在都市裡頭 有很多很多的方法去去解決這個問題 大家看一定要不要去做文明 好 再我們一下看 然後他們還做另外一件事情 他們把零售電力富王特交易 訓練之外 什麼叫電力富王特交易 就有點像我們剛才講的 虛量計價 就是說我們有一個標準 每個人用便量大概是多少 如果你節省下來你的 你就可以賣給那個很浪費的人 他一定會這樣比較被罰 那他在2017年4月前 他是在7月之間就已經有這樣的平台 可以實施穆瓦克的交易 然後到4月之後他的平台 這樣會有更完整 他是全面連加入都可以做這樣的交易 那你我有這樣做 你才是真正的抓捷 甚至說我這次有替韓國的 他也告訴我們 他也告訴我們什麼 他要在首爾式內部去解鎖做文電場 由自己本身去解決的路式問題 這個是一個 可能是大家以前沒有聽過的思維 大家參考一下 那這個是另外一個簡單帶過去就好了 大潭電場承南23.8%的電力工就什麼問題 大電場有沒有國家運動問題 有嗎 如果真的 如果從 中國真的對我們有意氣 想要過來打開一下 我是不是只要 針對大潭電場做一點手腳就好 太容易 對不對 所以我當 我就在6月23 我就在這裏 我就在這裏 我就說 我不相信說行政院內部 在做這樣子的政策規劃的時候 居然是沒有 跟國防部有些意見下的公共 如果國防部有參與的話 他們會同意這樣子拉開嗎 我是懷疑的 好 那武力公益的風險 當他武力公益有風險的時候 他影響的範圍就很大 發力很大 他只是現在 現在占11% 就有經濟影響那麼大 現在在祭祀跟自己影響是更大 那他也會被小規模去化的世界潮流 然後 我們說我們要電源什麼的話 我們說我們要回憶 如果你的所有的政策的話 都是朝大電場 把責任承擔都丟到台電上 那所有的利益回收 也到台電身上的話 這樣是有真的在做這件事情嗎 好 那再來就是說 好我們 政府告訴我們說 我們將來205年 我們要達到戰生的人 男美的男期 20、30、50的人 在 那他不能是20、30嗎 為什麼是20、30、50 他告訴我們說 綠能非常的容易 非常人耐 可是他真的有用意在做這件事情嗎 我 說實話我是看不到 不然的話我們像 我們說像德國 那每次大家都罵我 他說 你看他每次都要等我比 好 那我覺得 那德國從2011年補導事件之後 他們就 他們也是宣誓說 我們要配合家園 2011年到今年 2018年 7年 可是補導事件是3月發生 那今年7月他就已經宣布說 他們已經有一天是 100%用綠能公布全國的方便 好 如果你是破補程度去做這件事情 你相信他會不成功嗎 那如果你不是破補程度 你會說 你永遠想說 我有一個備胎在那裡 我就可以慢慢的 或者說 不用太認真做 這個也是給大家思考一下 我們有沒有機會是這樣子 有沒有機會 所以我的結論 其實我第一天 我就跟他講我的結論 我認為舊藻礁才有好運氣 舊藻礁才有好運氣 舊藻礁才有實踐飛河 那 原理我跟前面都有講過 如果你們有更認定的話 就是他們的答案是什麼 那最後要好好問一下 那個大老師跟他講的 藻礁有存 那同樣的815的大斷邊的時候 蔡英文總統告訴我們 東電不只是余生文明 還是國家移民問題 對吧 國家移民問題 我們該去檢討 然後為什麼我們的公益系統 會這麼的脆弱 因為我們是來的電話 沒有小朋友去玩的電話 然後竟然過了這麼多年 都沒有解討改善 可是到現在我也沒看到他有解討改善 所以我真的很希望說 政府真的有在推動分散的旅人發展 真的 真的真的這件事情有在做 那我覺得如果真的這件事情有在做 我不覺得第三天 第二天就要再一定要改 我不覺得我們會缺點 因為很多很多的數據告訴我是這樣子 那我們應該不能只是說好 政府就有這個口號 就告訴你說 沒有這個就會如何如何 沒有那個就會如何如何 我們就直接相信他 我覺得我們的狀態在這邊 我們不能直接去那樣子的資訊 就直接去懸罰的接受 然後完全沒有懷疑 那我現在只是把 我有看到的一些數據上面 而且都是從政府公開的資訊 拿到的一些資料 來給大家做一點參考 那當大家能夠以後 如果有人問你這個問題的時候 你還可以告訴我 其實我們沒有很多很多 應該你認識吧 我們還有很多證據顯示說 我們其實沒有那麼的急迫 跟那麼的迫切 那我們應該要好好的規劃 真的可以穩定 可以有去的未來 那今天的分享到這邊 謝謝大家 謝謝兩位 然後就是溫柔堅定的力量 從生態到從整個那邊的 政策的角度 其實就是從這個小小的地方 其實它建設到的問題其實蠻大的 不是說只有藻礁跟 就是第三天然氣息所在的問題 後面包含的銀行 是我們整個就是 政府政策它的邏輯在哪邊這樣 那因為有點時間關係 我今天不是禮拜 我沒有辦法跟大家 一直聊到12天 所以我們就是先 快速的開放一樓問題 那有沒有朋友想要就是 在這個時候提出來 或是想要跟兩位請教的地方 請問一下 因為今年剛好是選舉的 會不會今年剛好是一個給他們壓力的時 好 或者說 或是所有人也給他們壓力 就值得到一個給他們壓力 也值得到他們壓力 也值得到他們壓力 先去一次我們發現到最重要的一個時機 我們在2011年的時候呢 其實那個時候電場 那是桃園的念油場 就想先到那個關大公園區 那個時候我們就發動 萬一跟新屋的居民去成立自救會 那結果呢 四個月的時間就把它打住了 那就是因為2012年有總統大選 那今年當然正好可以和地方選舉 可是我發現政府就是有意在五月到六月之間 所以就讓這個案子跟萬一過關 所以就是急迫到這樣 我們最後才決定之後 那是今年4月28號我們就上開道了 把人民的聲音發出來 看看能不能集合到更多的人 讓他感覺到他們選票有壓力 沒有讓他感覺到選票有壓力 我認為這個案子就是很強勢的 就要引過去了 所以你要在這裡拜託大家 幫我們找更多人 因為只有台北這裡要動員更方便 我認為改變這個政策 其實是改變我們 下一代的要被剝奪的音樂 可以怎麼說 大家一起來會見 沒有朋友 你要問問題或是分享 請問一下 要保護這一塊土 就是說這個 那個 找到這一片 人為的破壞 就是說 你們擔心是把它買掉 對不對 那我想要請教一下你 現有的桃園工業污染人 對這一片草礁 到底它影響了什麼 是不是能夠再多聽一點 污染的部分 我們認為它目前來說都是次要的 就是說它雖然會污染 它只是造成生愛的毀滅 但是不是棲地的喪失 棲地就是這塊地 是小圓小蝦 各種生物生存的家 你把家挖掉了 永遠不可能回來 但是污染 你現在要怎麼樣去 馬上上工廠這些 都完全進入正常化 要有一段時間 但是 如果家被挖掉了 家被埋掉了 那些都不根本 連住的地方都沒有 所以我們認為是 就 立即的危險 是像現在這個 要被活滿的 我們要趕快去處理 不然就來不及了 那個 污染反而是 雖然我們也挺親疼 這些小動物現在真的是很痛苦 但是 你等 把家保護住了 一年兩年三年 我們繼續施壓 它會慢慢的回來 那家沒有了 那是永遠都沒有進歸 這是我們的想法 雖然我們知道污染嚴重 所以才會到處都看它 綠綠綠綠綠 但是 現在 在我們來看 它現在 按這個來比它是次要的 但是我們還是繼續在 努力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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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對啊 叫生太早教他們不會講話 所以只好靠大家 真的 謝謝 就是這樣大家 老師你們還沒講到4月28號 我們海盜的事情 對 就是 我問你的錄影 所以告訴我還是可以給我看吧 好 我簡單的報告一下 4月28號第一個目標 就是金曉英男就早教 因為你曾經有這樣的一個期許 希望早教人村 好 那在這個活動的目標之下 我們有兩個重要的標明 一個就是早教人村 異地見戰 不要設在 好 另外一個就是我們鄭市長的名言 就是保育早教贏不妥協 台灣人應該要有這樣的意識 我們的環境被破壞的實在太多了 我們當天會有一個 昨天記者會有展示出來 就是有一個很有心的夥伴幫我們做了一個藻礁的模型 我們用它這個模型放大成三倍 大概不小 跟這個舞台的一半有 大概這麼大的一個藻礁模型 那這個模型呢 上面有一些生態 也是用一些編織木啊這些 甚至包括我們也直接 在現場撿到的一些那個 貝殼類的東西 我們在上面 模擬出那個藻礁的景象 這是值得一看的 那我們當天會有許許多多的活動 包括音樂會 這裡一定有音樂歌手嘛 在座的斯隆 就是我們 他是我們客家 金曲獎歌手 還有包括王俊傑 林生祥 這個大家可能會說很香的 然後陳明璋老師也會來 然後 還有一個巴奈 那大家可能知道 原住民他們還在抗爭 還有一位是那個 本市長樂團的 鼓唱阿吉也會來 那歌手之外 當然還有許多的名嘴 這些名嘴就包括我們很多 團團的前輩 陳玉峰老師也會來 陳教華老師也會來 那院士也有可能會來 我們關於有一位在地的 中研院院士 他這六年來已經捐款了 將近十萬塊 做我們藻礁的經濟 所以還有很多 那現場包括我們有 認識藻礁的闖關活動 我們會做六個主題 讓大家去認識 當然帶著小朋友 如果你過了關 還會送我們禮物 我們還做了 柴山都回口山谷的 紋身貼紙 當然只有一千份 所以要早一點來拿 可以 然後也有修猛情婦界的 完生DH 然後還有很多 我覺得我們一直想要把它 看得更好 讓更多的人 能夠來認識藻礁 來一起來搶救 所以在這裡呼籲 不只是我們在座的 非責務的夥伴們 全國的民眾 如果有聽到這個消息 在4月28號的下午 3點到6點 來聽這場音樂會 來實際感受一下 然後真正體會我們土地的聲音 然後大家一起來搶救 這很難得的世界自然意義 謝謝 為我們的下一代 很想 謝謝 謝謝 剛開始在 還沒開始的時候 跟唐司他們有在聊 然後就是說 我們該怎麼辦 因為其實現在很多政府 政策做下來 那但是我都沒有辦法 去做現實反駁 其實很重要的那一次 就是公民意識的培養 對 我們要讓公民意識 怎麼樣在這次政策的 行程之前的時候 我們公民意識 公民的聲音 就應該進到政策裡面 去參與這個決定 不要等到最後一刻 然後我們才來抗爭 其實雙方都很好 好時好力 你看我們在這邊 就是十多年來這樣下來 那就是中油他也不能開發 那可是他如果早期 他早一點點對話好 那或許現在已經在台北港 就已經順利的 可以運作了 所以這次還是一個比較 真的是 實際的方式吧 或許應該這樣講 對 那就是大家可以聽到 多去關心一些這樣的議題 那希望大家各位朋友 今天來到這邊 也可以把這個議題 然後帶給你們的朋友們 然後先去那個長教的那邊 然後先按個讚 然後希望消息分享出去 讓更多人知道這樣子 那我們今天就非常謝謝 就是潘老師 跟藝姐 謝謝 謝謝兩位 謝謝